衛福部花蓮醫院 现在是收治确诊个案的专则医院 站在第一线 医护人员压力很大 就怕不小心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人 专科护理师刘向曼 他已经有超过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 只能够透过视讯和家人传达思念 希望疫情赶快好战 恢复以往的正常生活 医护人员穿上防护衣 站上第一线 替不断前来的个案进行裁检 随着疫情不断升温 为福部花蓮医院从5月31号开始 也转为收治确诊个案的专则医院 就怕不小心把病毒带回家 不少人都宁可住在医院不敢回家 专则病房去照顾病人的时候 其实院方其实非常贴心的提供了一个病房室的宿舍给我们 每天面对大量的裁检个案 医护人员更害怕把病毒传染给家人 花蓮医院专科护理师刘向曼也分享对家人的思念 现在只能透过视讯维持联系 一定会很想念自己的家人 那尤其是已经 对我来说从今天开始就已经要准备迈入第四周 没有回家 其实真的会很想家人 尤其是小孩子的一些视讯课程的功课 也都变成是要委托自己的老公 还有我的公公一起去做协助 那再怎么私恋 我觉得现在目前科技非常好 就像现在一样可以用视讯的方式 去做任何的一些受访 或者是一些电话上面的沟通 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 让孩子也可以学习到科技的发达 可以去解决很多问题 为了对抗疫情 刘向曼已经快有一个月没有回到家中 只希望疫情能够快点好转 恢复以往的正常生活 花蓮好山好水 其实大家都很想往外面出去 踏青旅游 尤其是孩子也关不住在家里时间太久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期待 整个疫情能够早点结束 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当然也是借此这个机会 希望可以提供给花蓮人 有更多的一个想法 能够早点打疫苗 然后让我们做好所谓的隔离的措施 然后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更早回到在三级警戒以前的生活 虽然目前新冠疫情看似逐渐趋缓 但还是得靠全民来坚守防疫 站在一线的医护 只希望能尽快战胜疫情 放心回家 记者许立琴 欢迎来自报导